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方颖老师 很高兴今天能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 口语交际,看图,讲故事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学习了如何借助一些关键的词句 了解课文内容,讲述故事 今天我们口语交际,讲故事的形式有一些变化 我们要来看图讲故事 请同学们看看这组图片 说说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来听听小伙伴的交流 我发现这组图片中一共有五幅图 第六幅图片是空白的 我发现这几幅图画的是一家人 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孩子 我知道了 这些图片内容是连续的 图上画的是发生在家里吃饭时 和看书有关系的一个故事 通过我们一年级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 像这样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 连续排列的一组图片 是连环画 每组图片之间是有联系的 把每幅图的意思连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今天我们观察的这组图片 是一组漫画 那么今天我们的口语交集 任务是什么呢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 看一看吧 看图 先了解美幅图的内容 再把这些图画的内容连起来 讲一讲这个故事 想一想 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么样 原来啊 今天的口语交集 不仅要让我们同学 讲一讲这个故事 还要让我们同学开动小脑筋 想一想 给这个故事加上一个结尾 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样呢 这节课就让我们来一起开个故事会吧 讲故事啊 我们同学们并不陌生 我们就是在家人的故事陪伴下长大的 在这个学期 我们也曾经借助图片 讲了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 借助提示 讲了大雨之水的故事 那么孩子们 你们认为 应该怎么做 才能完成 今天的讲故事任务呢 我们来听听小伙伴的分享吧 我觉得要看懂图片的意思 明白这组漫画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可以先观察 每幅图的内容 看看每张图画上 画了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人物 再把这些图画的内容连起来 想一想整个图片讲述的故事内容 我认为 观察图片时要仔细 还可以结合我们的生活实际 想象画面 想象这些人物当时的表情 动作 心情 他们会说什么 做什么 故事就会讲得很生动 故事是讲出来的 不能太平淡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人物 要用不同的语气 还可以加上一些动作 更吸引人 刚才小伙伴的分享 你都听明白了吗 为了让大家在故事会上 有更出色的表现 老师送给大家一些小锦囊 请同学们 讲故事时 按顺序 把故事过程讲完整 细观察 把故事情节讲清楚 同学们还可以加上适当的动作和语言 表情 我们在口语交际的过程中 不仅要能表达 还要会倾听 因此 老师送给你们的第三个学习小锦囊 就是听故事时 要认真听 知道别人讲的是哪幅图的内容 在故事大会时 我们每个小朋友 不仅是讲故事的人 还是 小评委 要在听故事时 给别人做出恰当的评价 在讲许多幅图时 同学们要按照序号 有顺序的观察图片 现在就请你 仔细的来观察 每幅图片的内容 然后 把这些图片的内容 连起来 讲一讲 最后 请你 展开自己的想象 给故事 加一个合适的结尾 画一画 说一说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别忘了 用上我们的学习小锦囊啊 好了 孩子们 开始练一练吧 看 这位同学 用自己的画笔 画下了 自己心中的结尾 我们一起来 欣赏一下吧 他还特别愿意 把自己的故事 分享给同学们 听一听 请同学们 在听故事的时候 根据提示 找一找 他讲的是哪幅图的内容 在听完之后啊 做小评委 来给他评一评吧 一天晚上 爸爸妈妈准备吃晚饭了 儿子却不在 妈妈让爸爸去叫儿子 爸爸看见儿子在看书 喊他去吃饭 儿子走出房门 爸爸弯腰看了看儿子的书 妈妈看到儿子出来吃饭 可是爸爸又不见了 妈妈用手指的房间 让儿子去叫爸爸 这下 儿子和爸爸都不回来了 妈妈只好亲自去 结果 妈妈也和爸爸 儿子一起在房间看书了 你认为 这位同学的故事 讲得怎么样啊 快把你的想法 和同学们交流交流吧 这位同学看清了 每一幅图的内容 按顺序把故事讲了出来 他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讲第一幅图的时候 知道空着的那个座位 是儿子的 我想他是从后面的图画中了解的 我们要把图画内容连起来 才能看明白 我觉得他讲的故事结尾很有意思 第三幅图 爸爸弯下腰 看着地上的那本书 肯定也被书里的内容迷住了 才能联系前面内容来想象结尾 特别棒 我觉得他观察图片很认真 讲第五幅图时 注意到了妈妈的动作 老师也觉得 这个讲故事的同学 能大致把故事讲了出来 还补充上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尾 几位听故事的同学听得很认真 知道讲故事的人 讲的是哪幅图 评价也很恰当 你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分享 我认为他的故事是按顺序讲的 但是第二幅图讲得太简单了 没有讲清楚 建议可以这样讲 爸爸走到儿子房间的门口 看到儿子正趴在地上 聚精会神的看一本书 他脱了腮 眼睛一刻都不肯离开书本 看得津津有味 我给他提个小建议 要是观察能再细致点 想象再丰富点就更好了 比如第一幅图和第四幅图 饭菜还冒着热气 到了第五幅图 饭菜都凉了 说明过了好长时间了 可以想象一下 妈妈什么心情 会说些什么 孩子们 我们再来看这组漫画 这次啊 我们先看第一幅图 请你根据 刚才同学们的建议和评价 再来讲一讲这幅图 注意 把这幅图的图意讲清楚 一天晚上 爸爸妈妈正准备吃晚饭了 发现儿子不在座位上 妈妈感到很奇怪 于是跟爸爸说 儿子去哪里了 请你去叫儿子来吃饭吧 同学们 你们注意到了吗 这位同学 关注到了图片上的一个小信息 问号 他补充的故事内容 正是图片上 这位妈妈心中的想法 和他的语言 观察得非常细致 我们再来听听 下面这位同学的发言 晚上 妈妈把热气腾腾的饭菜 从厨房端上餐桌 准备开饭 爸爸也坐在餐桌前准备吃饭 可是儿子去哪了 妈妈感到有点不高兴 辛辛苦苦做了美味的晚餐 却没有看见儿子坐在餐桌旁 就对爸爸说 你到儿子的房间去看看 他在做什么 让他快点来吃晚饭 乔这位同学不仅说清楚了图片上的时间 地点 人物 还关注到了图片上人物的动作 合理地想象了人物的心情和他们之间的对话 这样就把图片的意思讲清楚了 我们再来看这组图片 这一次 请你按照序号的顺序 像刚才 我们讲第一幅图的时候 把每幅图上的内容 讲清楚 然后再把它们连起来 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一遍吧 注意 要关注图片上的细节 结合生活实际 合理 大胆的想象 这样 就能让我们的故事 更精彩 更吸引人了 故事大会要开幕了 你准备好了吗 把你的故事 分享给周围的人听 老师啊 同时还想聘请你 来做小评委 在听故事的时候 想一想 他讲的哪幅图 最吸引人 一会儿就把你的评价 分享给讲故事的同学吧 听 故事大会 开幕了 晚上 爸爸妈妈坐在餐桌前 准备开饭 桌子上放着热乎乎 香喷喷的饭菜 可是儿子去哪了 妈妈有点不高兴 让爸爸叫儿子来吃饭 爸爸走到儿子房间的门口 看到儿子正趴在地上 聚精会神的看一本书 爸爸拉起儿子 催促道 快去吃饭 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儿子恋恋不舍的放下书 很不情愿地向外走去 爸爸心想 到底是什么书 有这么大的魅力 爸爸不由自主地弯腰 去看书的内容 当儿子坐在餐桌前 打算开始吃饭时 爸爸又去哪了 妈妈看了看已经放凉的饭菜 指着房间 有些生气地对儿子说 去 叫你爸爸赶紧过来吃饭 儿子走进房间 看见爸爸也趴在地上 聚精会神地看 自己刚才看的那本书 故事中的哪幅图最吸引你呢 快来和讲故事的小朋友 交流一下吧 你讲得太精彩了 故事里的第一幅图最吸引我 我仿佛都看到了那香喷喷的粉菜 和妈妈有点失望的样子 我最喜欢你讲的第三幅图 把儿子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的样子 想象的特别有意思 我都想看看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么吸引人 你观察第四幅图真仔细 关注到图中的问号 和第一幅图中的问号有呼应 故事大会好热闹啊 讲故事的同学 能够按顺序 把每幅图的内容讲清楚 故事讲得很完整 还加上了合理的想象 听故事的同学听得非常认真 知道别人讲的是哪幅图的内容 观察图片也很仔细 给出了合理的评价和建议 现在就请同学们 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听吧 注意 要讲得清楚 听得认真 这幅漫画 选自这本世界有名的漫画书 富于子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它的名字就叫做 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大家看 这是原著中的结尾 是不是和我们小朋友 有的想法不谋而合呀 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德国著名的漫画作家 埃奥·布劳恩 书中一个个生动幽默的小故事 就是布劳恩和他的儿子 克里斯蒂安生活的真实写照 感兴趣的同学 客下可以找来这本书 读一读 选择你喜欢的故事 和身边的人交流一下 在交流的过程中 请你注意 要讲得清楚 听得认真 好了 孩子们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